哈喽哈喽 大家好呀 我是小瑶 今天还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最后一场 这是他们的决赛了 这个对手跟他身高差距挺多的 对方比他高挺多的 所以这个在比赛的时候 有优势也有劣势吧 这种身高高的就非常有优势 就是球速比较快 进攻比较凶 但这些东西也不全是身高带来的 后天也是可以弥补的 从这个球开始他拉开得很好 都是打他的两边转体啊这种 高个子的话缺点就是在这边 会比较慢 他往前可能会比较快 但是这种转身肯定是会慢一些的 这个后场底线压的也挺好的 后场底线一旦被人家压出以后 自己就很难回球了 有机会的话是一定要进攻的 不要再跟他去拉掉啊什么那些的 进攻是最好的得分手段 这个球差不多是被他抓到了 所以就起来突击 这种被抓到的球都是很快的 这里像上一个一样被他抓到了 但是这个球对手也抓到了你的突击 所以他勾了一个他上网其实挺困难的 因为当时他突击完自己的重心没有那么稳 所以上网其实是挺被动的 这个球他突击的非常快 因为在绝对力量没有涨上去 没有那一把很重的杀球的时候 只能靠速度去突击 现在又是16分换边了 这个球他突击的很快 用电视器来连续 我去拿出什么误练 出什么误练 我去拿出什么误练 他去拿出什么误练 我去拿出什么误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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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杀都是非常快的 但是你看像这个球 那你只要跳得够高 也是可以弥补一些的 这场球它主要的战术 就是压后场然后把它拉开 再进攻 它执行的还是挺好的 这几个后场都压得很好 这个球球路也很好 只是说手上没控制住 这个球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种球在身体后面的球 其实是很难勾的 有的时候稳一点 就不会强行去勾球 但它这个打的还是比较好的 这时候已经是关键球了 对手这时候发了一个 这种失误的球 对他自己来说可能非常不好 但对我们来说 气质上那些都是很好的 现在是最后一个球了 我们拿到了赛点 那边可能想要休息 然后改变一下节奏 恢复一下体力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来聊一下网球走的问题吧 很多球友问过我的 就这样咯 拜拜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